代理大事 团结一致 赖清德率理真实者大喊口号 新来台湾之友会 即首场台南成立 宜兰分会16号也举行授旗活动 秘书长陈金德 在立立委 以及赖清德一届前辈 统统到场 好兵不是好接受 叫二共识一国兵杖 这条路 其实我们应该要走的路 民主 就是蔡英文总统所走的这条路 赖清德强调将延续蔡总统路线 更点名日前的双英出访 未来的路 台湾人要选对 赖清德聚焦两岸议题 正好戳中国际论述空洞的侯友宜 侯友宜参加铁道马拉松 跟桃园台北基隆代表合体 不仅打团结牌 侯友宜更出手劝退 议员刘哲彰 教诸党内立委初选 展现母鸡风范 还出席母校嘉义高中校庆 跨出新北 喊舍我其谁 备战2024意味浓厚 不过先前秘书长黄建廷 才透露真正侯友宜 党内态势明朗 随后又改口 要考虑郭台宁 一个人跑也许跑得快一点 但是团队一起跑会跑得更久 持续地跟郭董保持联系 最重要的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心 就是2024一定要团结所有的力量 跟主要的候选人绝对有这样的共识 两人都喊团结 但朱主席口中的主要候选人 到底是不是侯友宜 始终不明说 似乎就怕郭台宁再次失控 影响蓝营选机 才能希望李正道 正台中央SNP小组新北报道